从伦敦参加完奥运会回国的哈登 甚至没想过和球队续约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生涯第三年就随队打进总决赛 球队会主动联系他的 但哈登没想到自己的优先级是低于一把卡的 如果非要把哈登的总决赛经历做个总结的话 那噩梦无疑是再准确不过的形容词 没错 除了这二 哈登所感受到的就是噩梦 第一场比赛他仅仅拿到了五分 由于阿杜和威少的出色发挥 以及首战告诫的兴奋 让大胡子的手感冰凉并没有被过多在意 但从G3开始 哈登就彻底陷入了怪圈 防守端他一次次的被对手挤压到不得不换防詹姆斯 这让哈登的体力瞬间下跌 而在没场比赛的下半场 斯波又严禁让哈登杀入禁区 甚至有时候包夹的优先级还要大于威少 G3G4 哈登连续两场比赛真实命中率不足30% 得分军位上双 作为球队真正需要拉开差距的球员打成这个样子 比赛也毫无悬念地被拖到了1比3落后 G5骄傲的迈阿密人知道胜券在握 还故意把球权放到了自己的球队第六人迈克米洛 他不负众望地轰下三分球8中7的23分 而终于不被重点关照的哈登也仅仅拿下19分 输了总决赛也输了战术版对位 伴随着总决赛落下帷幕 哈登也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续约年 其实至少在8月19日之前 他还从未对自己的合同产生过什么担忧 那一天 雷霆和伊巴卡达成了4年4800万的续约合同 根据哈登得到的消息 自己的续约优先级一定是大于伊巴卡的 毕竟在首发五湖里相同位置的塞夫洛莎 还远远没到合同年 但普雷斯蒂并不这么想 作为一个商人 他的想法不在于感情 而是在于交易价值 在那个夏天所有人都知道 雷霆的哈登是一个证明了自己的得分手 所以普雷斯蒂决定把哈登的续约放在后面 甚至他还希望利用哈登重感情的特点 稍微压低些价格 但他绝对没有想到 他会因为这个决定 暴汉整整九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